好想聽他們精彩的故事 詩佳妳這麼正了 還有人敢弄妳的男友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你知道這個是這樣 就是這個故事過程很厲害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為什麼是120的原因 就是我們常常會接收到一些 很奇怪的聲音 就是突然間叫我去做什麼事情 我是有一天突然間 就在我這個男友家中 突然間就有一個聲音說 妳去整理一下桌子 妳說 妳去整理一下桌子 真的 好厲害 我心跟妳們講真的 因為其實太亂了 不是 因為桌上就有散一些東西 可是因為我平時 我懶得管桌上是什麼東西 那我那天在那邊收的時候 就找到一張那個 因為以前的電話卡 會有一個SIM卡 小小一張 外面會包一個大張的 裡面會把那個SIM卡拔起來 剩下外面那個 我想說怎麼會有一個 那表示家裡面多了一張電話卡 那這張是誰的 那上面就有一個電話號碼 那我想說 不如來打打看 反正從天上就掉下一個線索 這不得不辦 妳從後面看好像柯南 好像一個毛利小五郎 音樂 謝謝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打去看看 一打去是一個女生 那妳有沒有出聲音 有 因為我要問案 我就說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怎麼稱呼 然後那女生就說 妳是誰 因為她也覺得我很奇怪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就是 然後我就講我當時男友的名字 然後我說 我在她家裡面整理東西這樣 然後我就找到了這一張 這個電話卡 那不好意思 請問她怎麼稱呼這樣 因為我滿有禮貌 某某人家 那妳應該就是她女朋友吧 她用應該兩個字的時候 我就心裡想說 而且她是什麼 對 應該是她女朋友吧 然後我就說 對啊 該不會那麼剛好妳也是吧 我就嗆她這一句 然後那女生就說 我不是啦 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沒有 但是那女生講話也很有心急 她說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然後我就說是嗎 那我怎麼都沒有聽過 她提過妳的名字 我應該也沒有見過妳這樣 我們就是偶爾見一下面 但是我會幫她整理 就是幫她準備一些吃的 跟一些換洗的衣服 我就想說 對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妳怎麼稱呼 然後她死不敢跟我講她的名字 然後我就說 是這樣子的 像妳這種Case 我不是要處理過幾個 妳也不是我第一個打電話 去質問的女人 我只是希望妳可以有名有姓 不然的話 我男友應該也不會知道妳是哪位 然後她就說 然後她就給我她一個綽號 因為她的暱稱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電話就掛 我就坐在家裡 然後等我當時的男友回到家 想說等一下回來妳就死定了 然後她就依然就像雀躍的回來 然後她一進門 我就說某某某是誰 她說某某某 不是妳朋友嗎 幫妳送換洗衣物跟食物 她是誰 她就只是一個朋友而已 然後我就說 我已經跟她講過電話了 妳現在要不要誠實 給妳一個機會 認不認 她說沒有 她就是個很普通的朋友 我就包包一拿 我就直接就走出門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好要講 妳就是騙我 我就走出去之後 然後就跟我的兩個朋友在聊天 然後我就很氣 就說這男的怎麼這樣 然後什麼 然後講 講完了之後想說不對 我還有東西放在她家 我走得太匆忙 走得太帥了 沒拿走 然後我就跟我那朋友講說 我今天晚上絕對不會回去 我要睡在妳家裡面 因為那時候我人在外地 然後但是我又想把東西拿回來 所以我就隔天就去跟她的房東 打電話說給我一個備用的鑰匙 我還錯開她不在家的時間 想說我要跟我這兩個朋友 把東西給拿回來 我們才走到門口 然後外面的鑰匙一轉 我就驚覺房子裡面有人 再往下看 她房間面有放一雙女孩子的鞋子 這個爛人趕快離開她吧 但是妳都看到了 然後我傻眼 兩個跟我去的朋友也傻眼 我就往前走的時候 還沒到那個門 就聽到裡面那個門上鎖的聲音 就啪一聲這樣 就是裡面的人也知道 外面有人來了 我就開始敲那個門 因為我太想知道 是什麼事 對 然後我就先這樣拍 她不理我 然後在這裡面洗洗淑淑的 我就想瞧 然後到這種就拍 接下來就要踹那個門了 然後就有朋友就說 妳看一下妳有沒有鑰匙 因為我拿了一整串房東給我的鑰匙 對 我就想說 對對對 我鑰匙 我真的是顫抖在插那個門 那個孔 我這樣一打開 一推開來的時候 房間就她跟一個女的 然後那個女生 衣著都很正常 就那女就這樣站著 然後就這樣看我 然後那男生就這樣後退 然後這樣看我 然後我就說 現在是怎樣 然後就她跟著妳的 然後我也是比較帥氣風格 然後我就說 她走還我走 我就問男生 男生就這樣看看我看看她 然後就跟那個女的說 妳走 妳走 妳先走 然後那女的就這樣 不知道沒有要走 那女的沒有要走 我想說 然後我現在還折我的外套 因為我實在是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你知道 因為我沒過這種事 我想說 現在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這樣走 不是 然後那男生一看我在折 他以為我要揍他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就叫妳走 妳趕快走 然後我就說 先生看來妳是請不走囉 看來是要我幫妳請囉 然後男生就喊那個 就是吼他 他說妳趕快給我滾出去 那女的被那個男的一吼 就嚇到了 他就外套一抓就這樣 衝出去之後 剩我跟男生在房間 然後那個男的就把 兩個朋友拖出身後把門一爽 他就拉我到椅子上坐下來 就啪 就跪下去 他就說 妳不要誤會我 剛剛不是妳想的那樣子 他一跪下去我火又衝上來 這樣子還可以 還可以再狡辯 不是 因為他跪下去的時候 他褲子拉鏈是這樣打開來的 他根本就要拉鏈 這來不及啦 你知道嗎 他一跪下去 他一跪就這樣子開掉 妳想說 戲也不演整套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站起來 我就想說我太氣 我實在 我都已經抓到 昨天我才跟那女的講電話 怎麼今天這女的就來了 就是那個女的 他鐵定妳不會回家 他鐵定我不會回家 然後我就奪門而出 想說這一段真的是太瞎 瞎爆了 然後我一衝出去之後 又回到朋友家 然後大家又要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那我就說 這女真的太不要臉了 昨天他說什麼只是普通朋友 今天就在他房間 然後那個朋友就說 思佳 要教訓他嗎 你打電話的那個 不是跟你講電話的 因為打電話的那個 我朋友知道那個女生是誰 他們有見過那女生一次 可是房間那個不是打電話的 也就是他批了兩個 天啊 然後反正就一連串這樣的事情之後 那個男生就來到朋友家 要來求我的原諒 他就來跟我解釋 我說我給你一次機會好好解釋 這兩個女人是誰 他就說我一件件跟你講 那男生是天蠍做的 他說 那肯定出軌 對 然後呢 但是天蠍真的很能講 很想天蠍第一名會講的 不要相信什麼都掰得出來 我跟你講 你知道他講一個 我人生聽過最離譜 最爛的理由 他說我跟妳講 思佳你千萬不可生氣 那個房間那個女的 他誰也不是 我跟妳講他是誰 他是我打電話叫來的雞 我說你打電話叫來的雞 雞更生氣 雞也要 不是 重點是說 這麼爛的理由 你去哪裡想 然後我就說那你電話哪 他說路邊有貼那種小廣告紙 我隨意撕起來 我說好 那他為什麼不走 不是 我還沒付錢 你一直趕他走 他說他沒付錢 所以那個女的他才不走 好像有道理 你看 竟然有人相信 竟然有人相信 然後我當然就想說 不是 你如果認真跟我說 你要跟他交往 那也就算 一個女生被你帶回家 你說他是雞 你也太不尊重人家 我也是女人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要跟你分手 然後我就回 回來了之後 然後因為我跟他家人 本來就是感情很好 然後我就跟他家人講說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在一天之間 發生這麼多事情 我要調整我的心情 但是到最後 這故事的結尾是 他跟那隻雞結婚了 所以根本不是雞 可是我跟你講私家 會花心的男人 一輩子都會花心 你跟他結婚 他以後這樣在外面 你就不要了 然後因為我當時發現 其實我發覺 這是一件好事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確也花了 三 四年的時間 跟這個男生交往 如果當時沒有那張電話卡 沒有後面的這個 我們其實很難斷 移民之中 你看 對啊 好幸運 有神佛保佑 真的 你看 然後就兩個都是靠鼻子的 破案的 對 他們會吸空氣 全部都知道 你別 şeh昏 別 plural constants 不是 為甚麼 也不用去 也不用去